大家好,繼續回到發達廣場的環節 身邊的嘉賓有我們的分析員李慧嫻小姐Hannah Hannah 你好 呼籲一下,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也很歡迎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繼續傳email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 at bschannel.com 看回大市最新表現 恆治升近39點,去到18811點 而成交方面有368億 國企指數升近58點,去到9776點 而期指方面暫時跌近44點 報18805點,低水11點 成交量方面有67000多張 這節回來,不如跟Hannah談談商品市場方面 其實見到銅價表現不錯 還有,見到油價方面都不錯 看看,紐約旗油收報在每桶90元的水平以上 收市也看到升3.87美元 升幅是去到4% 不如問問你,大家都憧憬著 星期三會不會有些新的解決方案 令到歐債危機進一步舒緩 大家都憧憬著 問問你意見,油價方面如何看? 你看到油價方面 其實早前來說,市場憂慮環球方面的經濟 有一個是衰退的情況 令到對原油方面的需求 都預計有機會進一步下降 知道油價方面,其實有 就是接近100美元流上的水平 跌到接近70美元 但你說去到最近來說 看到油價其實有70美元的水平 有一個顯著反彈 最主要你看到最近公佈一些 在中美的數據都做好一點 尤其是你說說昨天方面 說中國方面的一個是 匯豐PMI數據 其實已經扭轉了 連續3個月收低50 那個樓下的一個情況 你說最新報的數據 也是超過51 意味著你看到中國方面 經濟似乎未必會出現一個是硬著陸 再看美國方面一些是經濟數據 例如你看到最近的數據 尤其是上個星期公佈的數據 都不算是太差的時候 就是說你看到中美兩大經濟 其實當不會陷入相對衰退的情況之下 只不然就是利好早前 就是被拋售的原油價格 是一個升幅 你說去到90美元 預計已經是 消化了就是中美經濟的一些是利好的一個新聞 你說如果油價其實要進一步向上推的話 似乎都要看回星期三方面 就是這個歐盟會議的一個結果 如果你說有些是利好措施推出的話 其實不排除有機會油價方面 還有一層的一個升幅 但都要留意 去到借近95元左右的一個水平 油價的阻力似乎相對來說是比較大 現水平來說油價重施是有得升也好 但升幅自不然一定會有一個放緩的情況 還有就是上升幅度 亦都不會像早前來說是那麼大的 不如看看油股 見到883今天股價都衝上來 升風超過4% 升近6毫升至14.28 都見到另外幾隻 中國石油9.82升7仙 而中海油14.28升6仙 中石化7.42暫時升5仙 日油處理方面也有一個成效 都刺激到股價 不如同我們分析一下 早前來說就是中海油方面 在鳳萊油田出現了一個漏油的事件 而受到有關的事件影響 部份的油田是需要作出一個關閉和維修 現階段來說 當你關閉油田來說 其實對中海油的盈利打擊相對來說 其實不算是太小 因為你看看鳳萊油田本身來說 是中海油旗下最大的油田之一 所以你看看部份地區 有一個減產的話 將會令到全年方面的一個產油目標 有機會有一個下降 其實你看看早前來說 公司管理層也都相應下調了 今年方面的產油目標量 意味著某程度上 反映了鳳萊油田關閉的 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 到現階段來說 可望有關留油的工程 已經進入一個修復的軟結階段 意味著 你看看早前關閉的油田 可望即將會重啟 這裏帶來的利好 整體方面增加原油方面的生產量 對中海油來說 其實算是一件好事 但大家也要留意 你說接下來之後 就是說你修復之後 接下來的賠償工作 亦都要留意 究竟你看看今次來說 是由中海油負責 還是它的合作夥伴負責 你看看有關的賠償虧損 你看看有關賠償金 未必會說是太小 如果你說由中海油方面 獨力去承擔的話 你看看這一方面 都會影響今年的業績 所以現階段來說 整個中海油的估計 其實也是受制於14.3元 你說要升破了14.3元 才可以進一步 就是上網 挨近15元的水平 15元就是早前 因為樓有事故 而引發的一個 是股價下跌的 下跌裂口的頂部 再挨近15元至15.5元 預計你看看阻力 都會相對來說是比較大 好啊 謝謝Hannah 另外其實都講開商品市場 不如跟你談談資源稅方面 其實都看到 中央的財政部 亦都開始討論 除了在油和天然氣以外 其他的資源產品 包括煤或銅 亦都可能有些資源稅的改革 對相關的股份有多影響 有多大理由 你說看現階段來說 相對比較大影響 一定會數回煤炭股 因為資源稅的執行程序 首先會在原油和天然氣試行 之後會擴展到煤炭 再之後才會擴展到其他金屬產品 所以看現階段來說 如果你將資源稅方面進一步推廣的話 來今方面煤炭股將會的盈利受到打擊 尤其是要看罰得 不過你要留意 今次來說 煤炭股方面的盈利打擊 相對於油企來說 就是相對會較小 因為看回煤炭股方面 現階段市場都在談 就是資源稅的徵收方法 將會是從量去徵收 而並不是從價去徵收 如果真的能夠從量去徵收的話 相對對煤炭股的打擊 算是好望減低它的打擊 好,謝謝Hannah 不如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方小姐在旁邊 是,你好 你好 想問哪隻 想問我想買公司和什麼價值買呢 好,都是短線還是短線操作 好,看看358,江西銅 現價是17.22 升幅是3毛錢 埋近2% 方小姐未有貨 怎樣部署呢 你看看江西銅方面 近來來說 又低位埋近11.2 升到18元之後 有一個是回吐 但手翻穩是20天線 即是埋近14.5所在 之後再有一個反彈 但向上網方面 似乎就是指紫色線 50天線的阻力位 即是埋近18元 來說,阻力都比較大 如果現水平去租入的話 就埋近8毫指的一個 即是上升的升幅 似乎的直播率不算很高 所以你說看 如果現價的話 我就不建議在現價追 相反來說 如果股價有回吐的話 你說埋近15元左右的水平 就建議 即是埋近15元水平 才好買入 因為就算現價追 在上網 短線來說 其實不排除 會是升多一層的 但去回18元的阻力 不單是早前10月的高 亦都是50天線所在 你說18元的阻力相對來說 是比較大 現水平追入的話 短線來說 那個升幅其實不算太過直播 你說如果是15元買入的話 去到了 就埋近13元左右的水平 即是早前列口區的一個底部的話 就建議如果真的看了那邊 去到13元的話 都建議先行止蝕離場 當然說看15元買入的話 你說向上網 那麼頭的目標價 一定是放在 埋近18元的水平 你說如果要突破18元 才可以進一步向上網 好啊 方小姐 好嗎 現在是1171 是1171 是 好啊 可能要快一點點回答 因為我們節目時間有限 看1171方面 近日出現的業績似乎不是太好 所以如果要追回1171的話 相對來說 短線直播上升幅度未必會太大 所以我都傾向 如果要買入煤炭股的話 可以考慮龍頭1088 好啊 謝謝Hannah 我們節目要休息一會 我們稍後可以跟方小姐 繼續分析這幾隻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和你探討 好過的